常发生的话 譬如说像学生上课时的体育操场游泳池 或者是学生在运动的时候 彼此之间的一些互动 那或者是在楼梯间 教室里也会有 那有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校舍比较旧 然后或者是铁栏杆之类的 它有一些突出的部分会影响学生的安全 那甚至有可能校园像现在小子化的影响 有可能是因为有一些校园比较 教室比较偏远 但是比较没有人 这些都有可能是发生危险的一些地方 台湾的天后大家看得出来 其实台湾天后潮湿 然后校园又开放 其实使用的人相对的频率也比较高 所以器材建制按时间来看 其实定期的维护很重要 但是难免还是会老旧跟破损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在学校里面 学校里面 师长们 师长们其实会定期去看 看这些设施 有没有维持在最好的状态 该及时维修就该维修 然后再来就是该 请专业团队来帮忙保养就保养 那时间到了该太坏 其实我们有支持学校就把它太坏 因为环境安全真的很重要 是可规则到校方的 那当然还是需要一张 公文意外责任险来去把它承报 那我们来 当初在规划这个 校园公文意外险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我在我们的附加条款 我们有附加了 交到校外教学的 衍生的责任 也把它纳入承报范围 这是当初整个的规划 是 正确有了 这部设计 这部设计 真的 那么